各位听众姐妹们,皮爱,欢迎来到在旷语遇见神 我们今天又为各位在这里空中为各位查经 我们要查的是创世纪第10章跟第11章 虽然说是10章跟11章,但是主要要查的是第11章 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0章 然后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散寒雅佛的后裔 就是挪亚记的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以后五个样,他们自己又生了儿子 然后我们看这里就是怎么讲 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他们因为这个除他们以外 其他人全部都没有了 就被洪水所吞灭了 对不对?然后所以这是人类的新开始 挪亚三个儿子 然后他们到各处去就产生了各种后裔 我们看散寒雅佛 这三个后裔的散,散是哪里? 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 里头这有很多名字 我们看戈灭,马各,马代,亚丸,士巴,米瑟,提郎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是中国人 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很多名字都是以色列的名字 但是这里也不见得都是以色列的名字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散 散是以色列人的祖宗 然后韩跟亚弗不是 所以这些人到不同的地方去 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 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讲法 以后会变成分别出来 但现在的话你可能看不出来 就是当时的这一种名字 但这名字不是以色列语 也不是中国话 也不是说英文这种 就是很奇怪的 不管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他先讲亚弗 散是以色列人祖宗 韩他们就往南边去 从他们在的地方往南边去 要经过迦南 要到非洲古时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韩是怎样的人 亚弗的后代是什么 亚弗的后代是欧洲人 到各处的方言 这些人是后裔 是将各国的地土 海岛分开来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来立国 但是你看韩的儿子是古时 所以我说古时有一个地 对不对 就是在非洲东北方那个方向 有一个地叫古时 古时的话是由这个儿子 韩的儿子来命名 有古时麦西佛跟迦南 然后古时的儿子又记 西巴哈贝拉 萨佛拉 拉玛 这些一个一个记下去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念 可以自己的看 但是呢 其实 叫我来看 我也看不出这里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属灵的含义 我就知道了 有这些名字 有这些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在这里 你刚才看了这么多 有没有一点 不一样的感觉 跟以前我们念亚当的家谱 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 亚当的家谱 他一个人 他记载他的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后面就记载一个 再记载一代一代 每代都记载一个 各个分支没有记载 然后这个分支一直串下来 最后一个 记得吗 亚当的家谱 最后一个记到挪亚 也就是说他把挪亚的这一辈 从亚当到挪亚单线把他连起来 然后你说这些人没有生其他的儿子吗 中间亚当不是好几个儿子吗 什么其他有好几个儿子吗 有没有 有 可是为什么不记 因为他们后来都死 而且他们不但是死了 他们的后代 也没有能够传超过挪亚那一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什么事情 除了亚当到挪亚之外 这一系以外 其他的分支旁系都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都完全死 但是现在在讲 散寒亚佛的后代就不一样 因为你看亚佛的儿子戒戈灭马带的 记这么多 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也命运很长 挪亚还能活到800岁 对不对 那散寒亚佛他也能够活到岁数很大 所以他们生很多很多的儿子 有人一个就就生个七八个 甚至十几二十个都有可能 他们就圣经上的记代很多很多 但是他们现在目前为止记三代 三代以后就并没有再记下去 这个有什么原因 这个也因为到了这个三代完了以后 接下去慢慢的 他就会进到亚伯拉罕的时代 但是这些宗族呢 他们一把那个一散开来 就把什么 就把中东地区大部分的宗族人口 都已经覆盖了 就够了 更远的他们现在就不需要记载 暂时不需要记载 他有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 有各国的方言 韩的儿子古时是伊索皮亚人的始祖 麦西是埃及人的始祖 散寒亚佛 佛是另外一个佛是北非利比亚人的始祖 通常还要记一个迦南 是迦南人的始祖 但是这个我们在前一章中 有特别提到迦南 你看韩有好多儿子 但是特别提到迦南 韩生迦南 然后挪亚咒诅的时候 就刚刚好咒诅到迦南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 也不让以撒娶迦南的女子的迦南 约书亚以后将来进入迦南地 就要受神的命灭掉迦南其族的迦南 这个就是迦南 但是迦南有没有后裔呢 因为亚伯拉罕 因为约书亚进去灭迦南其族的时候 并不是完全彻底 所以迦南还是有后裔 并不是完全被灭掉的一族 然后散呢 散是西伯来子孙的这个祖宗 西伯来子孙的祖宗 那西伯来就是西伯的子孙的祖 西伯就是西伯来的起 而从散到西伯是散生了亚伐勒 亚伐撒生沙拉 沙拉才生西伯 所以你看我们看散就是生到西伯 这个西伯这个人 一个名字就是西伯来义的祖宗 散的子是产生的后代又烦又多 太多太多了 所以怎么讲 这个毕竟要从这边开始分支善业 这就是散的后裔 然后这里头到底列出多少个宗族 太多太多 亚伯就是欧洲人 亚伯是欧洲人 所以他也列了 你看歌涅是北欧人 德国的始祖 马各是黑海北部达旦人的始祖 马代是波斯人的始祖 亚丸是南欧人的始祖 世巴米瑟是黑海南部俄罗斯人的始祖 提拉是土耳其人的始祖 所以我们今天刚好讲到俄罗斯人的始祖 俄罗斯人的始祖 然后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 乌克兰跟苏联 对不起不是苏联 俄国跟乌克兰正在打仗 正在战争当中 然后我们看他们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个本来是兄弟之宝 对吧 俄国跟乌克兰以前在同一个联邦里面叫苏维埃联邦 就是苏联 现在就分开来 你是乌克兰我是俄国 然后我们两边为了一些利益 为了一些争执就在这边征战 其实我们人类追溯到后来都可以追溯到挪亚 也可以追溯到亚当 我们本是同根深 但是为什么相间这么急呢 你看不要说推到挪亚这么早 俄国跟乌克兰就是在往前推几十年 他们还是同一个国家的 两边有没有人通婚啊 通伤啊 一定很多很多的不用想 一定很多很多的 而现在却是这么悲惨 两边用性命相比 所以你看人啊 如果真的是像这样 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原是同一个祖宗 说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你忘记这件事情 没有人真正记得这件事情 大家都未利益 甚至不要说就是以色列同胞兄弟里面 我们看到后面圣经当中也很多 以色列人自相残杀的故事 他们有的时候就说我们都是兄弟啊 为什么要如此相争呢 就是相争 就是相争 所以非常的 这怎么讲这人很可悲的事情 好 我们这一章啊 当然经文也是蛮多 但是我们并不并不要讲的太详细 因为也没有办法讲的太详细 他就是很多很多 很多 而且其实我们看了 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出来 各位如果 听的弟兄姐妹或看的弟兄姐妹 如果能看出什么意义的话 欢迎你们留言啊 欢迎你们在YouTube上面留言告诉我 我也不太清楚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本章呢就列出了七十个宗族 七十啊 在这个我们基督教里面 象征的是多而完全的意思 就是又多又完全 这个本章就说 说明人类是如何从一本而生出了万主 从一家人 爸爸跟三个儿子 居然能够生出七十多而又繁多 又完全的意思 这太多太多了 也大概列出他们的疆界啊 全世界的人原本都是出于远啊 如今却是各具与反国与国之间 又合作又竞争 就像讲到乌克兰跟俄国一样 真实了 真是让人不信不称虚虚啊 真的是 那这就是我们创世纪第十章 我们前面讲过创世纪第十章 我没有打算讲太多 主要是讲第十一章 即使讲十一章 我想今天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我们就可能就短一点 今天的查经是稍微短一点没有关系 创世纪第十一章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 这个是那时什么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从挪亚下来 他们记得三代 对不对 挪亚下面记得三代 三代呢 每一代他有生出很多很多的子女 一堆很多子女 但是天下人的时候 口音还可以一样 那个纳子就是在记载 从挪亚下来 这几代人就已经纳死 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那个时候人还不算太多 还可以 他们开始在迁徙 迁徙在四拿地就碰到一个平原 这平原很好 大家全部可以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当时有一项高科技 因为你知道在以前的时代 对不对 从亚当开始到前 他们做房子用什么做呢 不出就是用石头 木头 然后就是用泥土这样做 所以盖这种房子 各有各的好处跟各有各的利弊 你用石头盖很牢固 对不对 石头搬起来很重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搬过石头 我们拿一个小石头觉得很轻 你拿一块像书包那么大的石头 石头不要大 像书包那么大 我告诉你大多数人抬不动 抬不动 书包就是差不多多少 30公分乘20公分 厚度只要10公分就好 15公分 这个石头一个壮汗可能很难爆 像我了 我爆不起来 我不敢说我自己壮汗 但是就是爆不起来 所以用石头盖房子虽然很结实 但是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搬动 那用泥土呢 泥土盖房子 如果你在少雨的地方还可以 如果多雨的地方 下下下泥就烂掉 像我们那个河南 还有那个山西很多窑洞 窑洞就怕下 下雨下的大 它就可以溶掉 然后整个垮掉 所以这是泥土 那木头呢也有它的问题 它轻可以好弄 但是它有间隙不容易防水 所以它们最后 因为你知道挪亚从到了山上以后 对不对 下来以后地是什么 本来是全湿的 后来慢慢的干 可是干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干 还是有一些泥洼地 它们那时候泥很多 然后它们可能是在无意间 在外头坐在地方 打猎 行走 旅行 然后生火 生火以后 第二天火灭了 可能有人发现 为什么现在这个泥 这么硬 对 泥怎么变那么硬呢 然后敲下一块 又好像觉得说 这个又比较轻 这就是砖 砖是什么呢 砖就是 用沿土 是各种土 集中土的成分 混合以后 比如说下了雨 加了水 混合以后 你把它烧到干 烧干以后 我们去看砖 像石头那样 砖烧得好的话 可以跟石头 但是它里面 仔细看很多细缝 细缝那个水 就从里面出水 出掉 所以像石头那样 印一个东西 然后本来是泥 后来水全部出掉 就成了砖 所以他们当时就知道 我们就可以 这是当时的高科技 我们可以做砖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用这么笨重的 用搬石头 好像埃及 那个埃及王到后来都还是搬石 我们不用这么笨重做石头的东西 我们可以快速的建立房子 建立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他们就知道建房子是高科技有砖 然后拿砖当石头 然后又学会石漆当灰女 就可以建 然后你要用石头建房子 就是你楼板天花板很难弄 因为石头很重 如果你上面都架了石板的话 那你的房子重的不得了 那就架不高 一层两层上去就不得了 砖石头太重 但砖比较好 砖的话就可以盖楼房 楼房可以盖两层三层 我想他们都可能盖到三层楼 就是这样 然后当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 比泥好、比木头好、比石头好 然后又有各种好处 他们说我们来吧 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吧 我们来建一个巨大的像一个城市一样 就是他们建一个大的建筑 这家房子靠那家房子 然后二楼的时候 他又又可以建 然后就是一层一层搭建上去 他们可以 因为你如果只单独一家 一家上面再一个再一个 那建三层就建了差不多 你不能再往上建 但如果说你找个十家做一个 大家连在一起 然后十家的上面就可以再建一层 对不对 那再建一层你建五家 五家上面可以建个三家 三个房子 三个房子台可以在 你看 顶上可以再建一层 就层四层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底下更大呢 那如果这样 大家全部这样系在一起 他就可以建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塔 我们看那个巴别塔 当然我不知道巴别塔到底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们看那个巴别塔的画 大概就像这样 就是一层然后很多很多的住家 二层有很多很多三层 他们就一直想要一直建建建建建上去 他说我们建一个很高的塔 一个层跟一个一座塔 塔顶通过天这样远处就看 就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记号 我要做一个记号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这个是一个雄心壮志 很好 但是你知道他能够成就吗 这个是注定不能够成就 因为 他们没有想象 没有办法想象人口增加的速度 是快 他们那个时候以为可以 大家住在一起这样 但实际上是不行 而且他的这个雄心壮志 已经怎么讲 听到传到神的耳中 神就很好奇好啊 你们现在会做塔 你要做什么样的城 或者塔 我倒来看看 这个 这个是就是说 其实不用神来破坏这个事情 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即使不变乱口音 人呢 你要做个想通天道的塔 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如果你们 如果人这样执意地做下去 大概最后我说等待人类 是另外一场大灾难 是人自己所制造大灾难 我相信这种专房 你见到七八层 见到十层 你可能就有倒塌的危险 所以其实神 你不要想说 我们不要想说是 神来破坏巴别塔 怕人进步 不是 其实神这次是拯救了人类 避免一场很可怕的大大灾难发生 好 当时呢 当然 人天下的口音是言语一样 因为人不多嘛 才三代而已 对不对 三代子孙也是就是 三四代人 人口不多 还可以很热闹的在一起 那他们 已经解决了住的问题了 那么他们食物呢 也可能有同心协力 衣食住行的问题都可以 都可以找到新的方法 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还能够创新发明 本来草物物财抓安都有了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个好像人类 充满了兴旺的一个时代 觉得可以我们什么都行 人定胜天 这句话说出来 还好我们不要 基督徒不要随便说 这句话说了这句话 你知道意义代表意义什么吗 不可能人定胜天 不可能胜天 其实我们也在最近也来想一个问题 人到底是按照命定呢 我们人到底是被命运安排的呢 还是说我们在努力 男儿当自强 我们自立自强 我们是不是能够胜过命运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是不是 你是这样想的吗 其实我看不是 你真的是你要信主的话你就知道 其实真的不是 我们的命运 真的是神给我们安排 我们没有办法超过这个 因为神全知全能 祂已经知道 知道我们以后几百年 不要说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后代的命运几百年以后是怎么样 神通通都知道 神也知道什么时候末日来临 对不对 既然说都有末日 如果你相信 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 人类真的有末日 那你就不会说出人定胜天这句话了 是不是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要扬名立万 要想要这个人定胜天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最后一定是不可能 但是 人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为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原来人类如果集中在一起是可以对抗母兽 但是如果像他们这样建造八别塔 八别塔万一倒 那就可能 世上人口就损失一半以上 对不对 还有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人类原来可能会传染了一个大瘟疫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人全部人口全部集中在一起住那么几 一个大瘟疫来就可以把人这样 就可以可能就把人类消灭都有 或者说灭掉多少 所以人类真的还是分散居住好 因为神要人什么 要人遍满全地 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如果人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发 他就不能遍满全地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造一个高塔 你看那个时候人的雄心壮志 神不是说要泼人的冷水 神是为人考虑 我们人就应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而不是集中在一起 这个只是以后将来导致各种各的问题 所以神就用一个方法 很简单的方法 就把人的这个大忌 很大的忌打给打败了 什么打败啊 就是叫做变乱人的口音 变乱人的口音 人的口音一变 讲话就不通 讲话不通呢 就没有那么亲切 没有那么亲切 我们到现在 尤其身为中国人的话 我们很清楚这种事情 对不对 你到上海去 哎呀 这个上海的口音 人家一听就知道你这个是上海人 我上海人你是外敌人 对不对 然后就知道这个你们是外地 我们是上海 就已经同一个国家里面 就有这种分别 那我们讲台湾话 台湾话 对不对 这个外星人 本星人 然后就开始有分别 你是外省人 我是本省 这个 我们不要讲说 刚刚过完228没有多久 228是纪念日 台湾的同胞都应该很清楚 这个节日代表什么意思 那就是当时有这个本省跟外省 在台湾那个地上彼此相杀 彼此相杀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 就是因为口音不同 所以口音一旦不同 大家就没有那么多亲切感 大家就彼此分开 所以彼此如果不能和谐怎么办 往外一看 本来就想说我在这里平原很好 大家全部住在这里 大家都是情其良 可是他你这个时候不能和在一起怎么办 不能像里头 大家往外一看 哎呀 外面很好 世界这么广阔 还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去开拓 那为什么不去开拓呢 所以人就分散了 我们做这些建筑是我们的心吗 我们这些建筑确实是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迷惑在一些事情的里面 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 我们要建个迪拜塔 对不对 这个塔建的高 谁来争世界第一 这个都是 说真的这是一件蛮愚蠢的行为 有必要建这么高塔吗 我们是没有建这么高塔就地上不够居住吗 如果这样的话你建高楼有意思 但是有很多时候是表现 我们 我们就是我们比你们强 我们有这个能力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神呢 变乱人的口音 然后这个世界就分开了 人就这样分开了 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什么 一个解药 所以之后我们人的口音就变乱了 对吧 人的口音变乱 那人要想要冒出头来 所以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的人的言语 这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 众人就分散在全地之上 我们 我们真能说人能够人定胜天吗 中国有个故事叫愚公移山 记不记得 他说 只要我有能力 我有这个一口气在 我的 我也能够生出孩子 我的孩子 你会生出孙子 子子孙孙 这个山不会再增加 但是我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豪言状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鱼工 他真的是鱼 因为他不可能成功 就算他有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每天在那边挖山 有个笑话说 鱼工他是没有办法 这些只懂得挖山的 他们将来怎么取得到老佛 怎么会有后世世世代代 对不对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你真的以为 我们就能控制我们自己的后代吗 我们自己有一个愿望 我们能不能交代我们后代 你一定要完成我们的愿望 恐怕这个就是办不到的事情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代可能还听你的话 第三代孙子 你那时候还活着的话 他还听你的话 你走了以后 曾孙那一辈就根本就不想要挖了 不出两代 他们一定散开了 哎呀我到大城市打工 我去哪里做事了 一定没有办法升联 所以巴别塔做到后来也是一个 一定会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鱼工移山也是注定不成 但是 所以中国的神话说 哎呀什么 神看他的心啊感动啊 就帮他把这个就跟乱七八糟 所以中国的神话是不可信 不绝对不是真实 而我们看圣经里面讲的故事 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而且神的能力很大 他也要他要人这个计划不成 很简单 他像谈谈小手指那样 他知道他造的 他知道人的弱点在哪里 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对付这些 又好像四两拨千金 我只把你口音变换 你们后面这些都不要再讲 就散开了 是不是 好 所以第十一章前半段就是巴别塔 在第十一章的后半段呢 散的后代又记在下面 好像又来到族谱 又讲了又讲了 散一百岁生亚法萨 散生亚法萨之后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儿养 亚法萨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所以这一段就是从散一直讲到哪里 讲到塔拉 讲到亚伯 亚伯兰 亚伯兰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祖谱好不好 所以我们亚伯兰离开吾尔网 迦南这一段 从二十七节以后暂时不讲 所以这《创世记》十一章又来一个祖谱 这个祖谱呢 是从罗亚的儿子散一直记录到亚伯兰那一带 有没有介绍到他的侄子罗德 有 但是没有一直在记下来 只有这一支 唯有一支一直记下来就记下到亚伯兰 而这一次他一直记到亚伯兰 并不是因为说只有亚伯兰存活 其他人都最后都灭亡 不是 但是呢 这一份祖谱的关系就是只要介绍到哪里 介绍到亚伯兰出现为止 这个并没有 你看我们这里头 以介绍的方法呢 就是讲活 没有讲死 这份祖谱我们介绍的方法 又活了五百年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又活了多少多少年 身而养地 就这样 我们 这一段祖谱我们不讲死 没有讲死 但是有的前面的祖谱 亚当的祖谱都是讲死的 每一代就活多少就死 这一代祖谱就是不讲死 然后 然后 岁数 如果你今天 还没有感觉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 我现在告诉你 这段祖谱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亚当活了930岁 挪亚也活950岁 挪亚以前的先辈都可以活到差不多千岁 不要说千岁 900多岁800多岁 总是有 但是我们看到散 100岁生了亚法沙以后又活了五百年 生而养地 这样才六百年 不过圣经没有讲 它说在地上就活了六百年 从此以后 每一代 一代真的不足一代 散还可以活到六百岁 他的后代四百年 后来只有三百年两百年 到了本章最后一句 他记载的是亚伯拉罕 父亲的 他拉 他拉呢 他亚伯拉罕离开吴尔 到了哈兰 就死在哈兰 他一共只活了205岁 205岁放在我们今天是很棒 可是在当时真的是好少好少 是不是 他拉的父亲拿贺 我仅仅活了148岁 就是一代不一代 所以人的寿命就在这边一直下降 人的寿命如果活到千岁 有没有永生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反正活到九百多岁 也已经够了嘛 对不对 但是 人就是开始在这里记载的是 越来越少的寿命 亚当的时代 我们有这个什么 是神把他的形象样式 神吹他的灵在我们里面 虽然说后来这个灵就断开了 亚当跟神的连接直接连接断开 如果他一直连接的话他不会死 但是他犯了罪这个连接断开 所以亚当必定要死 他里面还有神 残存的灵 那 这一代一代往下走 这个残存的这些灵啊 这些能力啊 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少 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 那有人说 不是 你们这个是 你们因为为什么人这个寿命减少 因为敬亲结婚 敬亲结婚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也许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说 那 事实上他们这些人 他们要去找婚配的话 会去哪里找 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从自己的 靠近的地方 有宗族 有住的人就在那里 有没有自己有可能表妹 妹妹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敬亲结婚主 对基因上来讲确实算是不好 但是敬亲结婚在那个时候 并不算犯律法 因为神还没有搬下这个律法来 在优生学的角度上来讲确实不好 但是这个话也讲不通 因为亚当 亚当以后那前面几代 代代都八九百 他们那个时候人更少 他们能选择婚配的对象更少 更是敬亲结婚啊 但是并没有看到 人的岁数就单纯这样减少 所以可能不能 这样想 只能说 如果有神的灵在里面的话 那么敬亲结婚 对人可能产生的坏影响 就可能不会那么大 也可以活那么久 所以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神的灵 越来越少了 那么 最后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二十六节 我们今天就讲到二十六节 他说 塔拉活到七十岁 生的亚伯兰拿赫哈兰 然后之后呢 就要 二十七节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 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一段讲完 今天就把十一章给讲完好了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 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 哈兰生罗德 把这个祖谱讲完以后 这一段就开始好像有点分开 那哈兰死在他本地的 加勒底的吴尔 在他父亲塔拉之前就先死 亚伯兰拿赫各娶的妻 亚伯兰的妻子叫撒拉 拿赫的妻子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你看看 哈兰是密加和易加的父亲 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 塔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塔拉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拉 就出吴尔 出了加勒底的 要往迦南去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边 塔拉共活205岁就死在哈兰 其实 为什么要出吴尔这些事情 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们这一章就是把一个框架 放下来 告诉你 人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把亚伯兰的故事引出来一个导线而已 我们在下一章以后会讲 把这个 亚伯兰为什么离开吴尔道家 不是他拉离开吴尔道家 但是因为 亚伯兰带着他拉 他拉 圣经上的叙述就讲说 他拉带着这些 离开吴尔要往迦南地去 其实就不是 其实这个真的 你看后面的经文 第12章的经文以后就告诉你说 这是亚伯兰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拉主动 但是因为他拉也跟随 在主谱上 我们讲主谱的时候就是 父辈为习 为优先 为重要 就这样 好了 那今天就把这两章结束了 如果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对大家最触动的 还是巴别塔的故事 巴别塔我们人真的不要 觉得说这是神故意要破坏我们 神其实在帮助 因为我们集中在一处不好 人生活密度太高了不好 传染病灾难 这些事情都可能 我们还是应该要按照 神的意思 我们要生养众多 我们要遍满全地 因为地球上有全地 你不去占领全地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在那个地上 你人不带的地方又出来什么东西呢 我们人以后将来会面对怎么样的敌人 比如说他有一只 一个地 遍满了大象 遍满了老虎 那人以后就很难去到那个地方 还是我们要早点进去在那边 按照神的旨意奋斗 努力 这个 会对我们人类 这是神的安排 我相信就是最好的 好吧 我们今天讲创世纪 我们就讲第十章跟第十一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我们荣耀的天父 我们慈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啊 你对我们的安排 你从早早就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主啊 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 你确实是如此带领我们 当我们还懵懂无知的时候 当我们对这个世界都还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新baby一样来到这里 我们常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 我们会有错误的方法 错误的想法 但主你就引导我们 你带领 今天你不但带领亚伯拉罕子孙 这个的祖先 亚伯拉罕的这个 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带领 主啊 你在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至我们后来 我们心信你的主啊 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带领 让我们早在你的旨意当中 我们不求自己的旨意来贯彻实现 我们来求你的旨意贯彻实现 在我们的身上 祷告不配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有圣的名 阿们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下次